有一种低开高走,叫2024春节档 春节档票房和口碑,开始前被看摔得多狠,现在就被跨得有多高 2024春节档票房超过去年67.66亿,进入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前二 最新票房,已破70亿 热辣滚烫飞驰人生二雄出没,逆转时空,暂列2024春节档票房前三位 但张艺谋导演的第20条后竟十足,单日票房已经连续逆袭雄出没 最终拿下20亿票房反超雄出没,已是大概率事件 沈腾的演技被观众低估了,这句话现在可以说了 如果说《飞驰人生一》是让观众又一次看到沈腾的喜剧演技 那么《飞驰人生二》则是真的让观众看到了沈腾的表演 除了依然讨喜,好笑,还有真诚的感染力 全是小人物的能力,人到中年后更丰富的理解力 《飞驰人生二》是寒寒人到中年后的电影 他终于不得机灵了,不再说京剧 所有的笑点都回归到让中年男人出球这件事情上 沈腾依然好笑,尤其是那一场老头的比赛 当车门前盖后盖全部被震掉时 观众笑得很开心,沈腾的喜剧表演依然好使 但接下来,才是沈腾发力的时刻 电影吉利把张池网碑微和自嘲里整 沈腾至少有两场表演彻底打动了我 一是深夜里他偷偷飙车,然后一个绚烂的飘移 车翻了,人被困在车里出不来 最后是范澄澄演的年轻车手把他拉出来 最后沈腾识然地笑了一下,人生旷位,尽在其中 另一场是张池花了数年去寻找第一部大结局赛车的前锋 想用实际的证据证明自己五年前的59分58秒的成绩是真的 等珍找到这个千锋的时候,才发现并不是丢了 只是没有任何人想起来要告诉他 这里寒寒擦给沈腾一场真正的哭戏 这场戏的沈腾,给我的感觉,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很搞笑的喜剧演员 而是一个不一般的演技精湛的喜剧演员 他把人物的困局,愤怒和无奈全都在观众面前,摊开了 沈腾演出了这部片子最好的地方 他虽然在讲中年追梦 但这个梦并不是我输掉的都要拿回来 实际上是肯定拿不回来了 但第六名可能比第二名更然 梦想可以不一定是赢 在我看沈腾演出了寒寒想要表达的感觉 人到中年了 但上年期还处在那里 同时又完成了自己的在角色和演技上的飞驰